那个迷离台曾经特别打电话 透过热线打电话给大陆说 你们放心 我们不会对你开战 我们不会随便用兵的 而且他打了两次 可是后来美国军方没有追究 他说你这个怎么搞 在美国这种情况 谁授权你去跟中国大陆的 你的对口讲这些话 迷离说我照我的判断 我就避免引起擦枪走火 所以现在美国看起来 真的是最鸽派的是军方 因为他们知道战争的可怕 而且最重要一点就是说 他们也跟中国大陆对抗打仗 他也没有胜算 如果今天是对伊拉克 什么叙利亚的话 他就没有这么 就没有这么割派 然后就修理了 可是中国大陆他不敢动 所以军人很清楚 这个战争的话 是不是靠嘴巴 靠实力